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讲解的是 汉语圈主题课件 自动售货机的使用和替换的方法 首先我们进入到这个课件的编辑界面 进入游戏部分 我们先看看这个游戏的说明 首先老师可以让学生来根据生死选择正确的图片 老师帮忙点击这个图片下面的按钮 如果选择正确的话 他选择的东西就会从这个售卖机里边出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箭头到项目页 如果选择错误的话是没有反应的 我们来玩一下 面包 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下面的这个按钮 如果点错了的话 按钮会闪一下 点击正确 面包就会从售货机里边出来 进入下一页 布丁 爆米花 这些图片和生词都是在第一个环节里边进行了学习 在这里就是一个练习强化的过程 糖果 糖果 冰淇淋 薯片 饼干 蛋糕 酸 酸奶 坚果 果汁 好 接下来我们再进入到编辑界面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替换方法 当我们回到这个界面的时候会发现所有的图片是不能被选择的 所以有的老师说这个课件是不是不能被替换呢 其实是可以的首先呢收拾这个部分很简单我们直接在这里修改文本部分 我们在正常的编辑界面就可以进行这一张图片的更换 右键 更换图片来自文件 找到你想要更换的内容 点击插入 我们这一个图片就更换好了 接下来我们相应的要去换这张图 但是呢在这里点不动 这里大家要看清楚我们必须要去当试图 换灯片模板 去找到这张图 我们用一个模板把所有的内容都放在这里了 这些图片都是单张的 方便老师们进行替换 我现在要换的是面包相应的 跟汤圆相对应 所以在这里也要变成汤圆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回到页面 关闭模板式图 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需要替换的话 都在这里进行统一的调整 然后关闭模板式图 这时候你会看见我们所有页面的面包都变成了汤圆 非常的方便 一次性就全部替换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面包更换为汤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当换灯片进行正常换用的时候 这些段话交互是不是都还保留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汤圆已经被换掉了 然后我们进行选择 汤圆就出来了 整个替换过程其实还是很简单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如果你成功了 也欢迎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成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